大家好 我是艾迪先生 那上一回我有介绍太阳冷节能灯给各位了解 那今天我打算将这一组这个节能灯把它装起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架子首先要把这个太阳冷板锁上去 这边两边 那两边它这边有砖洞 这左右都有洞 那这个好像有点宽 然后这里面应该有螺丝 我都还没拆 对你看螺丝在这里 那我就把它锁上去 螺丝从里面穿出来 哦 穿出来 然后这边卡上去螺帽 蝴蝶形的螺帽 这样一边就锁好了 再来锁另外一边 也是一样 我看它这个是铝的就是比较不容易生锈 我担心是这个铁的 所以你这个要注意维护它这个铁架 因为怕说到时候这个铝的没坏那铁架生锈掉光了 所以各位如果发现有生锈的地方就要赶快做黄锈处理 还有包括这个 这个你也可以哈 把它喷点亮光漆 防止生锈 因为你如果说生锈的话你将来要拆会很难拆 那这样的话就OK的 我们可以把它架到我们的屋顶 然后可以对着阳光的角度 那因为它这个体积很大 所以你架在屋顶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防止这个台风的问题 就尽量找那个比较避风的一个位置 把它锁上去 那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屋顶去锁了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装机地点 那这边有个铁板 那边有栏杆 我一具锁在这个栏杆上 那因为栏黄在那边 那我们就要对着栏黄的角度 那由于在屋顶的话 这个风大 我尽量锁低一点 我们用铁丝 就是将这个架子绑在这个铁栏杆上就好了 那由于这个铁板啊 在早上会挡到一些阳光啊 但是我是考量它有防风的效果 所以就稍微牺牲一下 早上那一点点时间啊 就是照射阳光的时间 那然后这个再拉到室内就好了 那因为我们只是绑下面这中间这个点啊 事实上这是不安稳的啊 因为它这个的话最好是多加几个点啊 稍后我会再另外增加啊 那就尽量把它弄得牢靠一点啊 譬如说 譬如说这个啊 你也可以把它打silicon 把它黏住 然后这边也可以再加一些铁丝 把它做固定 尽量让它越稳越好 那这边弄好以后我们就可以将这个线啊 丢到楼下去了 把它接上它的灯具就可以了 现在是中午11点多 我们看一下天空啊 白云很多啊 不是万里无云的天气啊 那我们一样啊 来看这个光电板啊的效果如何 虽然今天啊 太阳不是很大啊 但是我们装太阳能板啊 也不可能啊 期望每天都是大太阳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所以说我们重能有云 我们一样啊来做测试啊 那我们现在啊 把这个光电板啊 把它接上去 在这里 好 然后还有另外一条线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已經開始在充電了 兩個同時在充電 那目前就是75% 那我們看一下 他充到100%的話 大概需要多少時間 在這種不是非常大太陽的情形 雲比藍天還多的時候 來看一下 那現在是 11點到11分 我們等到他100%的時候 大概 也會需要多久 那這個已經 這個已經100%了耶 嗯 他這邊沒有在閃了 不過他繼續在充電中 應該不是在充電 他應該叫做 在作用當中的光電板 這個還不到100% 那等他充飽了以後呢 我們再來 我們再來 做一個在黑暗環境中的一個 亮度測試 現在是11點27分 那充了6分鐘 這個燈就 不再閃爍了 就100%的燈不再閃爍 那這一台也是一樣 那 我們來試驗一下 在黑暗環境的時候 他的亮度怎麼樣 一般來講 我們會將這個 掛在 掛在屋頂 這樣子看起來比較好看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這樣子 那黑暗環境的話 那就是說 我要把這個燈關掉 那我已經把 把這個燈關掉了 然後 我用這個 強迫他打開 那我目前 這個身上這個光 就是這兩盞的光 其他沒有 沒有額外的光線 當然也 不一定說要開這麼亮 譬如說我們用半亮 這樣的話 持續會比較久一點 不過呢 你如果像這種 100%剛滿的時候 你就 把它開全亮的話 可能 又馬上就不到100% 因為我看 他這個 已經有 100% 這個電就在閃了 有沒有 所以說他現在繼續還要幫你再充電 那今天為各位 實際展示 他使用的情形 那下次如果有 燕陽天 我們再來 測試一下 在燕陽天 他會不會說 充電充得非常快速 那今天就 介紹到這裡 希望各位呢 會喜歡今天這個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按讚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